我是何樂天 今天我高興有機會和大家介紹紫微斗數的課程 在玄學界我30年 在30年裏面有和集團、銀行、酒樓做一些風水的服務 亦都有做私人班的課程 包括紫微斗數、風水、雜日和送子 今天和大家介紹紫微斗數的課程 坊間很多紫微斗數 我在教學裏面的經驗 這麼多年教學,學生說 師傅,你的屁股一大棟 到地上的桌子這麼高,這麼多年跟著你 其實我總結,屁股是齊全的 不同的階段,我有不同的屁股給同學 但不是一定的 我跟同學說,最重要是上課 上課聽,聽書裏面是重點的 另外就說,解決了我這麼多年裏面 見到紫微斗數的堂仔在哪裏是棄的 那好了,在這個由現在開始的課程 我覺得它怎樣去不要太過煩 在我以前來講,只是排盤 是說要學成幾個月,甚至乎半年 現在就不是了 按照是怎樣能夠在一個濃縮的課題裏面 令到大家去掌握個重點 怎樣能夠可以你去看通一個盤 當然,盤式裏面我們有很多 有很多盤式裏面不斷去給大家實習的 那些盤都是有時候你們同學拿出來的盤 反過來,紫微斗數是怎樣的呢 紫微斗數其實是批命學來的 批命學裡面包括了紫微斗數 八字,何樂里數和鐵板神數 有人問,紫微斗數很難學的 八字又不是這樣 大家可以跟他說 如果學過玄學的大家 娛樂的朋友都會知道 半分每一種玄學都要你下苦心的 那我又不是覺得紫微斗數很難學的 我跟同學講,你不要給那麼多本 或者那麼多頁的筆記去探驚你 首先你自己上課聽書 還有我會告訴你 重點是聽在哪裏 那個頁在哪裏,不要死記輸屎 如果死記輸屎的話 那麼多輸屎,你會很亂的 等於你累字典這樣 是不是這樣死累的 有些東西是否一定要累的 字典是要累的 但問題來說,學完學 輸屎要看,但問題是 導師帶你怎樣去理解 這是重點的 紫微斗數中周派是說聲性的 和八字的說五行的不同 聲性的紫微斗數 有百多顆聲的 而聲裡面組成一個系統 你怎樣認聲 當你認識了之後 你可以很通透的了 中周派的紫微斗數 我覺得是比較有骨有肉人性化的 譬如說我想知道自己的長短處 的吉兇 包括了別人 你立極的自己是自己 你子女是子女 你另一半的一半 或者你的老闆也好 誰也好 知道他的特性 性格 取向 或者是高低的運勢之外 其實紫微斗數 尤其是中周派的紫微斗數 我講的有骨有肉的意思 就是說他很人性化的 他知道這個人的內心世界是怎樣 所以選取了什麼 你用什麼方法和他相處 從現一般的 你的批斷就說 這個人的幽舊 即是一吉兇的運勢 懂得怎樣進取 另外的紫微斗數是這樣 給到你很深層的意義 商業社會 所以我們是進退的選擇之餘 我覺得是人與人之間 你如何在動式 每一個關係 是很重要的 包括你自己的關係 夫妻關係 子女關係 客戶關係 上司關係 父母的關係 了解你的疾病 了解你處罪的方式 了解你各方面的事情 了解你最外面的環境好不好 所以紫微斗數裡面 在十二個崩位裡面有分自己的崩位 命公 父母公 福德公 賢澤公 官樂公 奴博公 遷移公 疾厄公 財伯公 子女公 夫妻公 和兄弟公 十二個崩位 比較上我得來講 八字我都教過 我都學過 各有所長 所以答給你的話 但是呢 你一個細緻細理 人性化的 我都覺得是紫微斗數 所以我執教紫微斗數 這麼多年以來 我的心得 我是想 令到你 比較上 在彈性 和快有效的課程裡面 令到你能夠掌握 但首先 自己有興趣 和人性行先的 從圓紫微斗數 在我覺得來講 在心路歷程 其實很有用 你可以幫到自己 幫到朋友 再從圓來講 代人相處裡面的策略 在各方面等等等等 當然啦 講那麼多 我都希望 你們能夠真的參與到 紫微斗數裡面的 旁邊的話 你能夠得到中間的興趣 多謝大家